AM1 News 今天跟大家分析一下 政府公布了接受土地供应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其中最初大家吵得最重要 或者好像很劲拔路张的粉领高尔夫球场这个问题 政府今次可以说一锤定音 就是拿回32公顷 余下140公顷一继续做高球场 亦都说明了 这个是平衡了各方的利益需要 我觉得这件事正正体现到什么叫做 港的时候大家都虚张声势 到后来实际的时候 各方其实也适可而止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无论是建制派他们要求 保留高球场的一班人也好 或者一些所谓反对派泛民 他们要求收回整个高球场也好 最后当政府说了之后 其实大家都不可以说他们压着无声的 不过他们的所谓表态 或者他们所谓的一些对政府的不满 都只是很轻描淡写 说几句就算了 甚至乎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可能心里面一早已经接受了 政府拿回这三十二公顷 其实这个结果可以说是相当合理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在于高球场的持份者来说 我觉得他们能够保留一百四十公顷 去到二零二七年呢 其实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赢了的结局了 往后他们需要去做的 就是如何跟政府谈一个比较好的续约条款 因为其实去到下年八月呢 粉领高尔夫球场就要续约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呢 这次拿回三十二公顷出来呢 我觉得反而是有利他们 往后如何跟政府再谈的 另外一方面来说 其实呢 心里面那句 你问我 建制派其实是不是真的 这么在意这三十二公顷呢 我觉得呢 这一个呢 亦都可以觉得说是相当之有趣的地方 甚至乎我觉得都有一些好笑 因为呢 其实建制派里面 你会见到有一些 比较亲工商界的政党 他们就说呢 就不能够拿 但是一些呢 比较跟民生 或者跟这个基层 比较亲近的一些政团呢 他们一些相反的 其实反过来说 去到最尾 我觉得他们的意见其实是一致的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这三十二公顷拿出来呢 其实反过来说 是为及这三十二公顷 周围很多很多的农地 或者其他可以用来 以后发展土地的一些 私人土地 因为事实上 这三十二公顷呢 他们需要做很多的公共的设施 很多的所谓的 infrastructure 一些基础的建设 在今次拿回这三十二公顷之后 政府如果真的 好像他所说 将大部分六成七成的土地 是作为这个公共的房屋的话 到头来他首先要做的 就是做好这些基础设施 基础建设 这样的话呢 就会令到呢 以后呢 轮近的土地的价值呢 大为提升 作为建制派 我相信呢 他们呢 跟商界之间的关係呢 应该相对密切 见到这个结局 自然呢 就小马大帮忙 至于你说反对派 或者一些泛民的议员 啊 他们的意见 当然就说呢 这三四公顷拿不够啦 但是 我觉得他们都清楚明白到 如果你今次真是 整个粉岭戈尔夫球场 收了的话 所引起的反弹呢 绝对呢 是难以估计 究竟有没有持份者 会利用法律的手段 去令到政府 要和一些官司糾纏已连 甚至十年计呢 我觉得 这一个责任 泛民绝对担当不起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拿回三十二公顷 我觉得泛民绝对是收货 所以 今后其实我觉得 大家的焦点 应该是放在 政府究竟 拿回这三十二公顷之后 它的发展的速度是怎样 究竟是碳慢板 还是真的好像他们所说 在2024年 就可以将生地变熟地 2029年就可以建屋 可以住人 因为这个才是问题中的关键 所以我觉得 大家现在应该 亮眼的焦点就是 政府究竟在造地的能力上 当然有多少 至于粉领高业库球场事件 我觉得已经 画上了一个句号 我说的对不对 其实呢 我想未来这一头半个就知道了 因为各界的持份者呢 盘算完自己的得与失之后呢 都应该清楚明白 究竟呢 怎样是对自己最有利的 今天跟大家 听到这里